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今天这一期跟大家聊一个澳大利亚的新闻也许这个新闻读出来很多的同学可能会认为澳大利亚这是怎么了对不对你老五不是说过吗澳大利亚要跳反对不对然后阿尔巴尼斯也是啊对不对向中国示好 煤炭都用人民币来交易了哎呀这个啊这现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外长他怎么又呼吁美国要加强印太地区的经济的联系呢 这不是又让美国人回到了印太地区吗首先啊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一个啊硬化他软说的新闻啊为什么是一个硬化软说的新闻这为什么美国啊在这样的一个新闻里边能够让大家更看清楚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这个新闻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外长黄英贤啊他在这个美国的智库啊卡内基和平基金啊这个会啊上面发表的讲话首先这是一段完完全全对着美国人来说的话 这是在美国的智库上面发表的讲话他并不是说啊针对什么澳大利亚的国内或者针对中国的媒体来讲的他是在美国啊不他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上面所讲的话是完完全全对美国说的话 但是这个话你不能伤害到美国吗你肯定要软说嘛为什么这个话叫硬化软说呢怎么就呼吁美国人重新回到印太地区加强印太地区的经济上的联系这怎么就是硬化了呢大家听我跟大家解释啊 首先啊这个黄英贤他其实他讲的这些话里边就透露出来了美国人的尴尬最近我跟大家讲过很多回美国的困境 为什么是困境因为他进退失聚往前走他不对往后退他不对他站在这他也不对这就是美国现在的问题原来美国在这个世界上面于去于求原来这个美国在这个世界上面横扫的千军啊谁敢说每个不字美国一个不字啊你就看一看他的结果啊谁人他是什么卡扎飞哪个又是萨达姆对不对你看看卡扎飞原来在这个这个联合国大会上 那个表现多横都在骂美国人结果呢你看看卡扎飞的结果什么样对不对美国原来就是好好横 为什么美国原来在这个世界上面怎么做怎么对怎么走怎么通对不对哪有死路啊美国人只要是啊一句话大家都得跟着发打哆嗦 怎么走到今天怎么就变成了困境呢咱们从这些新闻里面都能看得出来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些新闻都是外媒的新闻 外媒用一种用外媒报道的新闻我不能说他里边掺杂了什么样的东西吧但是能够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只要把这个新闻报出来大家就懂什么意思了首先澳大利亚的外长黄英贤他说的是什么 他要求美国加强印太地区各个国家上面的经济上的联系 黄英贤提出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认为啊这个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TPP后来改成CPTPP对不对所带来的影响至今仍然能感受得到啊 外界还曾呼吁美国重返CPTPP但是美国并没有这么去做 总而言之哎黄英贤提到了一个CPTPP的问题希望美国回到印太你要加入这个CPTPP加强印太地区国家上的经济上的联系你看起来这是在劝美国 但是刚才跟大家说了这是硬化软说为什么是硬化因为美国回不去啊美国是没办法再加入这个CPTPP啊 因为对于美国没好处啊世界上所有以经济为主的这些联合体他都要有什么都要有市场他也得有制造 美国现在是市场制造两衰但是的话美国制造啊往衰败的程度是远比美国市场衰败的程度要大 所以说美国只要加入到哎这些世界的经济上的一些联合体里面的话 美国会面临一个什么什么问题那就是其他国家向美国清销商品 你说美国能抽手的了吗美国现在做的事情是什么是要发展自己的美国制造啊 挖了一个台积电的一个一个四纳米的厂 对亚里桑那州的厂人家拜登就兴奋的不行 美国制造他又回来了才四纳米而已你先把三纳米突破了行吗 对不对这就是美国现在的问题美国是拼命的想要发展美国制造 结果呢如果加入到这种经济为主的联合体的话 他就会变成什么呢别人的市场美国制造又更加的没机会 这就是美国的困境黄英贤难不成他不知道吗 他知道可是他讲这个话是什么意义呢 看起来软化看起来在劝美国人要加强印太地区各个国家的啊 这经济上的联系啊我是为你好啊 其实意思就是什么呢你你做不到我知道你美国做不到你美国做不到你美国就别管这一茬事了 对不对啊你没有加强啊这个印太地区的经济上的联系的话 印太地区不会依附于你美国呀 之前跟大家讲过很多回国与国的交往并不是什么我爱你 我天然就爱你没有你我就活不了了我就爱你国与国的交往都是利益啊 与你交往没无利可图的话我跟你交往干嘛 对不对跟你交往我倒大煤跟你交往我死路一条 我离你远远的对不对啊全世界都是如此啊 还是那句话对不对 砍头的买卖他有没有人做呀 有啊对不对 赔本的买卖他谁干呢 这就是这个世界最核心的逻辑啊 美国人对不对他不懂吗 他当然懂啊 对不对所以说有发展美国制造吗 澳大利亚人黄英贤对不对 他不懂吗 他当然懂啊 他为什么要这样去说呢 只不过是在提醒美国人 没有经济上的联系 美国你在印太地区注定是失败的 如果说黄英贤直接说出来 你美国在印太地区只注定失败 这叫什么 这叫硬化呀 国与国 尤其是外交方面的这些首长 对不对 他们讲话可能是要这儿绕八个圈的 如果太直的讲话的话 那叫什么 那叫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你不给别人留面子 别人也不给你留活路啊 所以说呢 有些硬化你必须要软说啊 其实这个新闻大家可以看到什么 就是美国的困境啊 美国真的是没辙呀 美国现在没有钱 美国现在没有行业 美国现在哪个行业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数得出来 能够拿得出手 对不对 相信各位都知道啊 要说起行业呢 美国的有些企业呢 可能是代表性的 比如说微软 比如说英特尔 对不对 比如说像Facebook呀 像像像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互联网的一些公司啊 对不对 这都代表了行业 美国在之前是可以拿得出手的 可是走到现在 哎 这些美国的这些企业轻荒不接了 大家发现没有啊 还是什么Facebook Meta 对不对 还是什么微软 还是什么英特尔 没有新鲜玩意儿 美国现在有什么新鲜玩意儿 新鲜的公司啊 新鲜的公司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代表它是什么呢 新的行业的 对不对 发展点呢 它没有这个发展 对不对 没有这个增长点 没有新行业的增长点 它这个国家的经济如何增长啊 其实这才是美国的困境 归根结底 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美国最核心的问题是没钱了 没钱的主要的原因是 没有新的经济的增长点 对不对 其实美国在很多的问题上 都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跟大家讲 美国在这儿遇到什么平静啊 在那儿遇到什么困境 俄乌冲突 美国想退退不回来 对不对 想往前进 也没这个实力 你指望乌克兰人把俄罗斯人灭了 他也不大可能 所以说美国在啊 这个乌克兰这片战场上陷入到了困境 然后的话 那美国在什么这个气候大会上 然后中国只要一翻脸 我不跟你谈了 美国就一丁点折都没有 为什么呢 美国没有掌握背后的这个新能源行业 所以说呢 美国必须要拉着中国来谈 这是问题吧 进退失据啊 美国自己把问题做出来了 气候问题成为了全世界都关注的问题 结果呢 想要靠着气候问题来赚钱 必须要依赖中国 这就是美国的困境 对不对 中美博弈 美国也是困境啊 你说政治的外交的 你就看一看 尤其是政治外交 这块特别的有意思 最近习大又去了沙特 要跟阿拉伯世界的首脑 海湾国家的这些个首脑 跟什么北非国家的这些首脑 要开大会 那为什么不找你老拜登开这个会呢 对不对啊 然后在一到G20 习大那边是排着队的剑 为什么没人排着队的剑 你老拜登呢 对不对 这代表什么意义 大家看到都是表现 这表象啊 从这些表象 大家能看到什么 就是美国的衰败 美国为什么遇到这种问题 核心的原因没钱 没钱 没有办法发展自己的行业 没有办法发展自己的行业 自己在各方面就会衰弱 衰弱衰退 美国你衰弱了衰退了 人家就要找新的经济的增长点呀 全世界的国家都是如此 都想要发展 所以说呢 都要跟那些啊 有潜力发展的国家交往 跟你美国交往 死路一条 那结果会如何 对不对 那结果就是我离你远一点嘛 政治外交 大家看在眼里了吧 这就是美国的困境 澳大利亚的外长黄英贤 只不过把这个问题给他扩大了 他扩大到最后就是一句话 哎 经济问题啊 你没钱的美国人 你知道了吗 对不对 你想要在印太地区 想要有所发展 你得加强 哎 经济的联系 经济的联系 就是利益的联系 利益的联系 就是钱的联系啊 跟你交往要能得利啊 别人才站在你身边呢 你美国能做吗 其实这就是核心的问题 政治外交军事 他都是如此 对不对 政治外交军事 包含军事 你没钱 你能发展的起来吗 对不对 之前跟大家聊 海海峡两岸 对不对 台湾问题 然后的话 之前跟大家讲过 很多同学 一说 我跟大家讲小历史 比如说一说 从58年的啊 这个这个平潭的空战 开始讲啊 那个时候国民党的空军啊 都已经跑到大陆的 这个领空来打仗 对不对 追着解放军的飞机来打 然后跑到江西 广东 福建的上空 浙江的上空 跟什么解放军的空军啊 追着啊 追着解放军的空军在那打 多豪横啊 对不对 然后咱们好好的发展自己 军事方面发展起来了 结果走到现在 军事方面就是牛到了 我还台湾道军演 美国都拿我没辙 对不对啊 虽然说很多同学看到了 军事方面的发展 但是大家得意识到一件事情 所有的军事的发展 背后靠的是经济 你没钱 你发展什么军事啊 对不对 你看美国就知道了 美国最近这些年 钱都花去哪了 对不对 比如说在阿富汗战场 扔了多少钱 对不对 比如说跑 而且在阿富汗战场 你就看着美国走的 那叫一个狼狈 你知道吗 就能看得出来 美国在阿富汗赚不着钱 能赚钱 你让美国人走 他都不走 对不对 赔钱的买卖 他没人做呀 赔钱了 美国就收拾包就走啊 连英国法国的盟军 都不带通知的 拿着东西就走啊 阿富汗是如此 在乌克兰不是如此吗 花了几百亿美元了 那结果换来什么了 欧洲的钱啊 怎么都往中国跑啊 什么德国的企业 对不对 拉斯夫啊 对不对 拜尔啊 奔驰包马大众啊 要来中国来投资 为什么不去美国投资啊 美国想法没实现 对不对啊 这就是问题的根源 归根结底是钱 美国没钱了 把钱都耗在战争里面 没钱来发展 没钱发展了 你看看美国的发展 现在什么样 对不对 武器什么样 很多同学一说啊 那最近啊 那个什么B21 那个好厉害 B21 三角形 对不对 黑乎乎的 好吓人 海外的自媒体 这玩意跑到那个什么 跑到那个台湾海峡 都能扔鱼雷 你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解放军 完了 对不对 谋喊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那也是 对不对 我要把这个B21 投放到这个这个太平洋的区域 西太平洋 我阻止中国的胁迫 对不对 把中国都点了名了 问题是什么 为什么我一直以来 没跟大家聊B21 这个事 其实特别的简单 F117 厉不厉害 F117 厉不厉害 对不对 F117 什么结果 F117 什么结果 对不对 然后为什么现在F117 大家听不到声音了 因为 F117的 隐身图层的技术 被中国 给破了 那么的话 在纳斯拉夫的战场上 你F117 就被干下来 对不对 可能很多同学 F117 跟B21 没办法比 美国有什么技术突破吗 其实为什么 战斗机要分成 第几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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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要有一个 技术的突破 才能分为第几代 你像B21 你像什么B2 你像什么F117 它 它都是同一代的产品 而且B2 没准 没准 还比B21 还要先进 为什么的成本 在那摆着呢 这就是一个问题 你是同一代的产品 你没有什么 跨时代 跨世代 一些东西出现 F117的后果 就是你B21的后果 同样也是B2的后果 所以说呢 你这不值得去聊 你知道吗 如果说你美国 有一个跨时代的 什么第几代的 这个轰炸机 这个研发就出来了 B21 是不是 B81 对不对 B91 那么出来了 哎呀 我呢 厉害 厉害 你没有跨时代呀 战斗机为什么要 第几代 第几代 因为要跨时代 别人才拿你没辙呀 现在F117 B2 B21还是同一代的产品 你让我来怕呢 你让我来笑话呢 这就是最核心的问题 其实归根结底 都是因为没钱 那些小战争 把美国的钱耗掉了 你现在让美国发展 什么军事行业 军事行业 是啊 对不对 要技术的 但是技术 要靠什么东西 给推出来 要靠投资 推出来呀 没钱 没投资 美国的军事 如何起来呀 其实归根结底 大家发现 美国现在遇到的问题 归根结底 都是黄英贤所说 经济问题 也就是钱的问题 俄乌冲突 如果说美国有钱 发展出来 自己的军事科技行 对不对 然后能那个武器研发的 那其他的国家 那只敢远观 不敢卸完 对不对 然后好厉害 好棒 吓死我了 对不对 美国的武器 研发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如果这样的武器 投放到俄乌的战场上面 那俄罗斯人 完全没有办法抵抗 那你说美国 那不是在欧洲 愚取愚求吗 欧洲人钱都得 老老实实交到美国人手上 哎呀 美国 美国哥哥 美国大哥哥 你得保护啊 对不对 你看这就是我的保护费 别说这是保护费 这是我投资我的未来 跟美国走在一起 就能赚大钱 别拦着我 美国 对不对 什么你想少要的 不能少要 我 我有一百 我偷你二百 我借别人钱 我得偷你美国 那为什么美国 现在不是这个样子吗 就是因为美国的军事科技 没钱了 没有新鲜的 高科技的武器 制造出来 你要是有高科技的武器 投到这个 俄乌冲突战场上面 然后投到 那俄乌克兰 那怎么摧骨拉朽 那如果是这种结果 美国还是那个霸权 美国没有任何的困境 欧洲人的钱 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投资到中国 不给美国 美国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为什么进退失据啊 往前走是错 往后退是错 留在这儿也是错 归根界底是什么 黄元先说了嘛 经济问题嘛 钱的问题嘛 对不对 不仅如此 台海问题 对不对 中美博弈的问题 为什么美国现在没辙 没辙呀 为什么G20 对不对 排斥队的找习大 不找你老拜登 如果美国 对不对 有钱的话呢 哎 美国哥哥 你我 我就喜欢你 我就爱你这个 浑身的这个啊 这个自由自在的样子 对不对 什么你这个 什么穿这个 这个大牛仔 对不对 这个不修蝙蝠 我就爱你这男人味 对不对 我就跟你走在一起 我就开心 对不对 然后我就要见老拜登 对不对 拜登 你说什么拜登 年纪大 这哎 年纪大 他大的都是智慧 对不对 中国我不理 我就来跟拜登 来聊天 为什么 有钱的 对不对 那我得给美国合作呀 对不对 你看看现在世界的经济 现在这个情况 我跟你美国走得近 咱们得谈点投资 对不对 别说是投资 谈钱伤感情 我就是爱你 我爱你爱的都不行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哎呀 虽然说生活上有点困难 但是我相信我我大哥 美国大哥不会不管我的 对不对 咱们得好好的聊个天 对不对 然后的话咱们得好好的说一说啊 这些项目啊 这个谢谢美国 对不对 美国大哥 然后给我一点 对不对 我自己也投资 对不对 这是美国赚大头 对不对 大哥得赚大的 我赚小的都可以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 美国的经济如果还是特别的好 美国的通货膨胀 一点问题都没有 美国的经济各种各种蓬勃啊 新的经济的增长点 到处都是如鱼后春笋一般 你看看G20期间如果开会的话 那些国家找谁都跟意大利那样 对意大利新上来那个啊 极有意的女总理 见着习大说什么话呀 对不对 你都快把那个马可波罗给我说出来了 当时意大利总理说那话给我看迷糊了 就是说怎么就是什么历史悠久了 意大利跟中国的交往 意大利你在欧洲 你怎么就跟中国的交往历史悠久了 我想了半天才想明白 你要替马可波罗把嘴闭上 你知道吗 把嘴闭上 别这样去说话 我受不了恶心 对不对 马可波罗到底来没来中国 这学界还没有共识呢 对不对 别提别提啊 为什么意大利人要跟你提马可波罗 为什么人家极有意的总理 对不对 一个女总理 极有意 上来G20期间见着习大 提这个 对不对 跟中国套瓷玩 那不就是因为跟着你有钱吗 欧洲现在经济不好吗 这个世界它没有任何的改变 大家发现没有啊 没有任何的改变 美国各种各样的地方发展不下去 美国各种各样的碰钉子 核心的问题在哪 对不对 核心的问题在哪 为什么现在就连澳大利亚人都要对美国人硬话软说 面子还给你留着 但是核心的点 我给你点出来了 你没钱了 你要有钱 你加入CPTPP 你美国成为我们其他国家的大市场 你美国干不干 你美国就别发展 别发展了 别发展你的美国制造 对不对 其实你从这个世界上还能看到美国一个困境 要是美国现在不发展美国制造了 然后跟自己的盟友发展关系 跟澳大利亚发展关系 然后加入CPTPP 让其他的国家的商品进入到美国市场 可不可以 可以 当然可以 但是美对于美国来说是好事吗 美国没有美国制造了 对不对 也许这些国家会临时的会说美国好 美国棒 你最你最好 对不对 你把你的市场打开给我们 我们享受零关税 对不对 我们享受你美国的这个 这个美国人的这个 这个消费者的啊 这个购买力 我享受你的热爱 对不对 你很好 你很棒 人家澳大利亚呀 什么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些国家 都会夸你美国 但是对于美国好吧 其实又回到了问题的核心 问题的根本 美国如果不发展 美国制造会如何 那怎么样跟中国博弈吗 对不对 这问题又来了 美国没有什么未来的这些行业 对不对 美国怎么办 芯片行业 新能源行业 美国都没有办法伸手的话 都没有自己占据一 占据一方的势力 这种能力的话 那未来这些国家照样会远离美国 会把美国吃干妈净 对不对 会跟美 会把美国啊 搬搬到一个空 对不对 然后他哎 美国这儿挺好 对不对 我在这儿卖东西 美国在那儿挺好 我往这儿卖东西 然后我清销你 然后的话 把你美国的钱全套走 然后的话 到最后你又是烂命一条 所以说对于美国难呢 真的难 想要把盟友拉在身边 开放市场 那你或者交钱 美国能干吗 都不能干 大家犯没有啊 核心的问题在哪里 核心的问题在美国自己不行了 在美国自己没钱了 美国弱了 这个世界没有谁是大良心 不是说澳大利亚 他转向是因为换了党 其实都是一样的 站在你美国身边得得力啊 当你美国的小老弟 我得赢麻呀 当你美国的小老弟 对不对 我得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个走上 当人生的巅峰 对不对 赢取了白富美啊 如果说跟你站在一起 我从人生巅峰上跌下来 跟你站在一起 白富美离我儿去 我还跟你站在一起干嘛 对不对啊 这就是美国最大的问题 美国想不想要完善自己 想完善自己就得罪盟友 欧洲人就是这样得罪的 现在澳大利亚人 提到了印太地区 同样也是这样得罪 可是美国怎么办 不得罪 不得罪自己倒大美 那这个世界未来会如何呀 其实未来 大家会看到更多的 软化硬说 硬化软说的新闻 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个 硬化软说的新闻 接下来还会跟大家聊一个 软化他硬说的新闻 相关于什么呢 相关于欧洲人对俄罗斯啊 现在软化硬说了 包含欧洲人对中国 其实很多的时候也都是软化硬说呢 然后的话 大家啊 期待我下一个新闻 今天这一期又聊到这了啊 感谢各位啊 有关于欧洲人对俄罗斯啊